那時候來的時候呢 這裡還是早餐店 但我覺得好酷喔 怎麼有一個早餐店 然後那個不鏽鋼的餐台上面 有一個人這麼認真的在煮咖啡 然後他一直在跟顧客講咖啡的事情 不管他要不要聽喔 都一直講一直講 我覺得超苦的 因為我在他身上我看到了 就是我以前一直很有夢想跟憧憬 想要去做事情的那一種 passion 所以後來我就幾乎天天來 因為反正新港到晚上就是都是暗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去哪 我就假裝自己住在嘉義市 然後每天來回一趟 我想說這樣子應該也沒什麼 也是很ok的 那在我們的BM裡面有講到說 我來到這裡其實我發現很多在嘉義的朋友 在33號的朋友 其實也都用自己的方式在紀錄自己的生活 跟紀錄感動 那我認識的這個朋友呢 他也非常厲害 他常常用他的作品 或是攝影 比如說攝影的作品 或者是一些 一些手稿 在紀錄他的生活 那我常常看他的照片呢 會覺得 其實我從他的照片裡面 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他讓我感受到 很簡單 但是非常 很滿的生活的感動跟愛 所以 常常在 我在家裡有時候很孤單的時候 會 想到 就是 33號的很多好朋友的一些 紀錄生活的方式留下來的感動 那 特別還有這位朋友 那這位朋友是誰呢 讓我們掌聲歡迎 33號的 A打主任 阿山啦 你自己來吧 好 大家好 我就是那個 最不特別的特別來賓 然後 今天要唱的這首歌 就是 Nothing Gonna Change One For You 那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這首80年代的美國經典老歌 那他原唱是 一個 爵士樂的樂手 那 但他唱這首歌的時候 並沒有讓這首歌 就是 很多人知道 是一直到1987年 然後 有一個 來自夏威夷的大男孩 叫做 葛勒麥德羅 他翻唱之後 才讓這首歌 變成家喻戶曉的一首歌 那 今天很高興 可以跟我們創作型男 但是 但是我現在的程度大概就是他第一首歌的那個時候 那 我會盡力唱 那 原本是 想要記一下詞 但是現在有點 腦 有點一片空白 所以請大家原諒我 我還是拿一下歌詞好了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各位給他掌聲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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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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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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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